我們看這題目 求下列各函數值 首先我們看第一小題 sin 5pi 那麼把它寫的是 sin pi -6pi 那麼這時候 這5pi是落在第二項線 sin是正的 那麼使用這樣寫法呢 我們函數不變 6分之pi 帶進來 所以呢 sin6分之5pi 就等於sin6分之pi 那我們算出 這答案是2分之1 第二小題 我們要求tang 3分之4pi 這值 那麼我們把它寫的是 tang的 這是pi加 3分之pi 寫成這個形式 那麼因為 這時候呢 3分之4pi 是落在第三項線 tang是正的 那麼使用這樣寫法呢 我們函數不變 3分之pi 帶進來 因此呢 tang3分之4pi 就是等於tang3分之pi 我們可以算出 這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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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小題 我們要求secant 這是-4分之pi 好 那麼 secant-θ呢 是等於secantθ 所以這是等於secant 4分之pi 所以呢我們可以算出 這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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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小題 tang-2分之3pi 那麼 在這裡呢 我們先讓 這個角度 去加2pi 那加2pi 就是 加3分之6pi 求出 最小正同界角 是3分之4pi 所以這是cotangent 是3分之4pi 那麼 我們再將它寫成是 這是cotangent 然後這是pi 加3分之pi 那麼 pi加3分之pi 這角度 落在第三項線 cotangent是正的 那麼使用這樣寫法呢 我們還能數不變 3分之pi 帶進來 因此呢 cotangent-2pi 就等於cotangent 3分之pi 那麼我們可以算出 這答案是 更號3分之1 那麼將分母有理化 分子分母我們同乘以更號3 因此呢 這答案我們回答 這是等於 3分之更號3 這個答案 這個答案 我們可以來找到 我們轉ina 我們協力 我們